九年 他每天 要有半天 以猫的身份生活 要是被人发现是猫人的话 那麻烦可就大了 所以一定要小心 你放心吧 我们都已经熬过了 八年十一个月 剩下的一个月 也不会有事的 Titi 姐姐来陪你玩哟 快停下来 你怎么了 这个猫如果是野猫的话 建议做绝育 严格 对不起小娃 每当跟你在一起 我都怕自己会控制不住 猫不可以对人动心 如果这条法则被打破的话 你将永远变不回人类啊 有时候我控制不住自己变身 一些是生气啊 或者非常开心 还有就是特别喜欢某个人 你也应该一样 我再也不想隐瞒身份提心吊胆的活着 小王 请再等等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